1999年9月21號 積極大力爭 其實我們9月23號就在那邊 當時我們在那邊 精神飛之去那邊做什麼 其實我們當時去並不是認為自己是一個精神飛之 我只記得當時我們是 一個箱又一個箱的 那boss都會掉下來 那車子有時候要開就換來 然後我們去幫災民換藥 換藥還有骨折固定 那當然精神科醫師固定骨折是很差的 並不是那麼好的 可是他們不在乎 為什麼 因為醫生來的就是神來的 他們就非常非常的希望說 有人可以來幫他們 所以我們每到一個部落 都是第一個到達的醫師 所以當地的居民 原住民部落 我記得那一天是中秋夜 那他們很高興 就去殺一隻雞請我們 我們叫他們不要殺不要殺 因為你們這裡物資應該很缺 不要殺 還在講的時候 已經聞到烤雞的香味了 所以我們印象非常的深刻 可是十年後 我們在肯當地區 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 各位想說 那這一次跟上次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死亡的人數 受傷的人數 其實有很大不一樣 尤其是受傷 死亡的話 就是說 受傷的人數的話 這一次其實並不多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上次 九二一大一 將近一萬人是受傷 很多需要開刀 這一次好像都不用 那死亡人數這一次好像也比較少 但是呢 我們認為這一次的傷害 可能比上次還大 可能比上次還大 那這個 你看 像這個的話 就是 整個 好像都變成是水了 已經看不到路了 那在災後幾天呢 我們就 直接到災區去看 看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所以在路上 國軍的弟兄 其實已經都在清淤淤淤 然後呢 水真的很大 水真的很大 因為 整台計程車可以這樣衝上去 那還翻過來 倒在這個橋上面 所以 非常非常的 讓我們看得觸入驚心 那 整個 整個河 全部都是漂流木 然後把整個河 蓋起來 那整個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到了一些 一些 安置中心 那 各位 從媒體 從報紙上面可以看 或者各位有親自去看過 其實 這一次物資真的是多到不行 然後人員呢 也是這樣好幾攤 我 我記得我們去拜訪一個收容中心的時候 我們等了半個小時 才被接見到 你看這個訪客有多少 所以他們整個就是 接見訪客 單位 捐款 怎麼樣 非常非常的落意不絕 然後 詹語告訴我們說 真的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因為五歲想睡也不行 要起來拍拍手鼓掌 因為要翻送這個 感謝他們的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想的 跟實際上的東西 其實它是有摩擦的 那 精神科醫師在剛剛開始的階段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我們 並沒有辦法去做很多的 一個工作 那我們聽得到的是什麼 很多收容大學 告訴我們 謝謝你們 你們真的很有愛心 不過我們目前並沒有需要 他們現在很快樂 那為什麼會有那個收容 收容下來的這個圓民他們很快樂呢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財產損失 他們沒有人員傷亡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是厭設府被關注而已 只是路不通 所以被接下來 那其中有一個災民 他甚至於 他第一次下山 一個阿婆哥可能很難想看 有人竟然沒有到過平地 他第一次下山 你說他幸不興奮 他真的很高興 因為很多東西他都沒有看過 他真的很高興 然後呢 整個我們所謂的收容中心 其實他的飲料都冰鎮 還可以選 你要礦泉水 你要牛奶 你要有橙汁 都還可以選擇 所以在剛開始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是不缺的 但是我們一直一直擔心的 尤其我最擔心的是 平地變成家庭的地方 看來沒有殺亡 很多 然後 看起來 他們房子也沒有被充搭 可是 第一個 目前是沒有辦法做的 第二個 是我們一直 今天好像很多位都一直強調的 Long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要concern的東西 就是三個月後 大概所有的單位 該測的都測完了 這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精神 才是要發揮我們的戰力的時候 所以剛開始的話 並不會感受到很明顯的這個精神醫療的需求 那初期的話 你如果說去 來我們現在來辦一個會教演講 我想沒有人會去聽的 那你要告訴他說 我們要跟你做心理支持 我們很清楚的記得 921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也去擺了一攤 叫做心理輔導之選 旁邊正好是算命的 改運的 手煙 打牌長龍 然後我們這一攤都沒有半個人 所以當下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是米蟲 就撤回來 所以應該要去瞭解 他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剛開始你比較冷靜的介入 打開這個災民的一個心動 所以呢 我們有一群志工人他們是做防療的東西的 所以當我們介入的話 反應異常良好 反應異常良好 所有的都要來都要來按摩 那其中有一個阿婆是比較特殊的 他說他脖子都不能動 那我們問他為什麼脖子都不能動 他說其實剛開始救災的第一天 他每天都仰望天空 看著直升星來來回回 這樣七八天 從他以為下一刻都會降落在他那裡 結果都沒有降落 所以他這個七八天都講著頭看天空 所以他的脖子就是嚴重的一個流傷 所以當我們經過了肢體的接觸的時候 其實在於他們很容易的 在這個當下 他會談比較多他願意分享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用了一些不入的方式 但是基本上還是強調了自己講故事的方法 去介入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災後兩個月六個月一年後 物資的撤出之後 其實我們才是真正的挑戰的開始 所以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是人力的盤點 像我們現在在南國 我們一直在盤點能力 到底哪一些能力是可以長期介入的 包括精神醫療 包括志工 包括我們的物資 是長期可以去介入的 我們希望已經有這一次的經驗 因為每次每次的災難發生 我們不希望都是一個全新的重新摸索 就好像說在座各位有九二億經驗的 像我們在我們醫院的話 九二億經驗問起來的話 好像只有剩下幾個老人有而已 其他的也都沒有了 我們似乎很難在一次經驗當中去學習 把他建立模式 所以這一次我們會比較希望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來建立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還是強調的 這個後續長期心理重現與追蹤服務 才是經濟的要理心理智慧的工作重點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那你可不可以仰賴這麼昂貴的人力 去做這個工作 答案也是非常肯定的 就是沒有辦法 你不可能長期的用心理師 用醫師 這個人力是非常珍貴 而且是昂貴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訓練當地的志工 志工的話有一般的志工 有專業的志工 就好像我們第一波我們去的志工 全部都是專業志工 他們都是學校的諮商老師 都是輔導老師 都是心理師 所以剛剛看到的那些志工 全部都是心理師以上的志工 可是他們能去幾次 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要訓練當地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 就好像我昨天看媒體上報導的說 某企業他跟 他要去重新去建立一個 大型的一個收容中心 但最重要的是 他要讓當地的住民可以有工作 這是一個絕對重要的東西 如何讓他自力更深 所以他們一直跟我們強調 謝謝你們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是 我們的家裡可不可以恢復 尤其是我說的林邊加工大家不關 比較沒有眼光 shake在那邊的地方的那一些中心 他們的未來在哪裡 他們的良母母看起來是三年內很困難 他們的餘溫看起來是遙遙無期 這才是他們未來要面對最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到底我們可以協助他多久 所以我們必要去訓練當地的志工 跟當地的意見領袖 保持密切的合作